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西貢Fanky 好了 物業資訊要清楚 最近有個朋友有些查詢 我首先回答一下 他問他自己有私人樓 已經有個住宅樓 他要接收一個遺產承辦的住宅樓 需不需要再給15%的稅務 或者有什麼限制呢 我跟他講一聲 因為在香港來說 接收這些遺產的住宅物業 是不需要給額外的稅務的 同樣你收了之後 如果真的要賣出去的時候 亦都不受三年SSD的限制 即是不需要給額外的印花稅 但相反 如果你自己已經擁有一層遺產承受了 下你自己的名字的住宅樓 而你接收之後 你去買另一個住宅樓 那就不可以了 那時候你就需要給現在的額外引花稅15% 但也有朋友問我 如果我將會收這個遺產的住宅樓 但我又心疑另一層的住宅樓 那時候可不可以先買了 那我便跟他講一聲 這個就要很小心留意一下 因為如果在稅務局裡面 或者他們會認為你已經得到遺產的承受了 不過手續未搞好 或者將會搞的 那時候有可能他覺得 你已經實際上擁有這個遺產承辦 那時候如果你去買樓 有可能你需要給額外的印花稅錢 所以這件事你需要在事先問清楚 好了 今天看到這裡後面 這麼漂亮的遊艇會海景 天色這麼明麗 蔚藍色的天空 風和日麗 那就是我去報導一些成交 或者介紹順盤 就是我身後面的康湖居 最近康湖居錄了一個在四期J段的單紅屋 實用面積來說是1,373呎 成交價是3,500萬 就連同一個1,031呎的花園 和一個17呎的私家船位 屬於在康湖居裡面 一個優質的內湖 有船位的單位的成交價 而成交價也是一個市價的成交 3,500萬 絕對不錯的了 因為對上一次同類質素的單位來講 也有船位的話 成交是3,180萬 這次又回到可以成交3,500萬 可以反映到 其實就算市場 怎樣的環境差也好 但只要是一些質素漂亮的 稀有的單位來講 都是備受市場追捧的 其實整個康湖居我們看到 這一類型的實用面積 和有私家船位的 它的價錢的成交價 今年來講都是在3,180萬 至到3,500多 3,600多這個水平 所以都是非常穩定的 而另外一宗 是屬於一個特色湖 一個湖輝國的天台湖 實用面積522呎 成交價是850萬連車位 看回來湖景 質素都是不錯的 康湖居今年來講 去到8月為止 一共有成交11宗 屬於在區裏面 成交量是最多 所以反映到 康湖居在西貢來講 備受一些外區客 或者一些裏面區內的業主 換樓的首選 而它的租務一般都是保持活躍的 所以我也介紹一些筍盤給大家 在康湖居來講 現在最便宜的別墅推介 位於一間四旗支聯商工屋 實用面積是1323呎 連同1,600呎的大花園 現在叫價只是2,470萬 有自己的花園、車房、平台、天台 有這麼好的管理 是不是很順利呢 另外第二間 位於在F段 即是二旗的商工屋 同樣實用面積1373呎 都有私家17呎的船位 望向內湖景 現在叫價都是3,500萬 即是和剛才J段的成交相約 而第三間我要介紹的 位於在K段的一間商工屋 全東南望向海景 這間是一個大花園 實用面積是1,945呎 屬於四房套房設計 在康湖居來講是一個大單位 現在叫價是4,500萬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聯絡我西貢Fanky 而一個分層湖湖的商約面積 我就想起一個在清水灣道 和西貢公路的交界 那個低密度豪宅 嘉林別墅 全部是兩層積的設計 今次推介一個建築面積759呎 實用面積是552呎 屬於兩房的設計 它的特色擁有一個超高的樓底 和連上車位 現在業主叫價只是790萬 是否好順呢 所以無論你看康湖居好 或者看低密度的豪宅 記得找我西貢Fanky 和我們世紀有一奇峰的專業團隊 我們區裡擁有30年的歷史 四間分行 相信專業團隊一定幫到大家 找到心頭所好 好,多謝大家 記得Like和Share 好嗎?拜拜 記得按摩 記得按摩 按摩 在 ico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